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下来就有个Action Q去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经历 我们又不是学者而是学生 理论上没有那么多深度的一个探索 但是行动上我们都可以讲一下究竟 Action Q我们这班大专生 参与同志平权性别平权 为什么最后都要走上真普选的一个参与呢 我和Candace就会分享一些我们的经历 然后我们就会邀请台下的同学都讲一下 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些性别不公义的事情 那我们首先就讲一下 不如Candace你讲一下 就是你 不如你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叫Candace 是大专同志行动的 今天穿着这件衣服 大专同志行动 出门口之前 我妈上班之前问我 是否去罢货 是呀 然后她问我为什么穿着 写着同志行动我 我希望我妈现在看直播的 再不是我回家给她一段片去讲 她趕着出门口 我今天不能跟她讲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不止是我妈的问题 就算我投入去一个性小众运动 又或者投入去同志运动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 大家觉得 你做同志运动的 你切进去其他社会议题 你想怎样呢 直接会有人觉得 喂你是不是抽水 记得那时候 真的在大专同志行动 用这个身份去开会 讲办法的时候 是会有里面的人问 为什么你会用这个身份 为什么你会用同志的身份 去介入真普选议题 为什么你不是纯粹 是用你学生的身份呢 大专的身份呢 其实他们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都会在思考 究竟为什么性别的议题 不能够切入其他社会议题 又或者为什么 当它切入这个议题的时候 它遇到的阻力是会这么大的呢 但其实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大家 其实社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议题 都是需要大家去互相补围 例如做土地的 都不是代表它只是做土地政策的 做教育议题的 也都不代表它只是可以做教育议题 就算我们看到有些组织 是做教育议题起家的 他现在都可能 重心不是可以教议题 那教育中他也是不讲的 那在这个情况方面 究竟最重要的 对于性别小众 或者对于大家整个气候来说 不同组织的结盟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而且大家对于有一个迷思 就是说 譬如我投身去性小众运动 或者我投身去同志运动 就一定是有个很本质主义 是身份政治觉得 你一定是性小众 又或者你一定是同志才会做 我觉得这一个问题 都会阻碍到大家去参与其他社会议题 那其实 讲回怎样解性别公义 和我们今天讲民主运动 公民运动 是有所关联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共通点的 我觉得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罢货 不是去了BBQ 不是跳起Yang 不是去了唱K 是因为我们认为 罢货这个行动 是一个不合作的运动 同样搬回去 在做性别的时候 我们永远往往都是想 透过一些行动 去动摇一些貌似 非常强大的机器 例如 如果在普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那个强大的机器就是中央 所谓的理所 当然 永远我们都是觉得 中央理所当然 不会想理香港人 中央理所当然 不会想被香港人真普选 而做性别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同样地 遇到负权 又或者二成人败权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罢货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灰心绝望 又或者我们是被人discourage到 觉得罢货是没有好用的 那其实你做性别 同样都是面对在强权以下 同一种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就是 当我穿到这样的时候 我会让我爸爸在家里 当我上学穿裙的时候 我这些同学会问我有没有病 是不是痴了 那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是否代表 我就要好像主流的女性去这样穿呢 那刚刚老师提到 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自主两个字 到底我们面对强权的时候 我们去报告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的声音要被听得见 因为我们要做性别 同样做性别 也是同一个道理 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自主 去穿到很骑名 又或者去动摇你对于性别的想像 又或者直接动摇你的信仰 透过这个方法我希望 我们的声音被听得见 但是男人不是真的要做一个男人的模样 不是说一定 女人不是一定要真是那种阴柔的女人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去看书店的畅销书的时候 它不是那些教你怎么做女人 教你怎么做女人 教你怎么做女人 上岸那种 那种 什么男人女人 怎么样去做到 什么来自火星 又成来自金星又成 不是 不是那么容易分的 同样做性别 和做民主运动 其实Graph Law都是在说同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专业 是能够实践到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无论面对有多强大的机器 但是我们都愿意 从动摇别人的信仰开始 甚至是令到其他人有觉醒的机会 谢谢Graph Law 你意味着你 尽头 你 肯定 他贴灯